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是继续跟我们的小朋友呢 在上期是介绍了我们的Cosmos科勒多的一个儿童DIY科学小实验套装 通过它呢可以制作出来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绿色的水晶怪物 是不是非常恐怖呢 嗯我们呢会就是在它的这个 根据它的实验步骤 然后做出来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水晶的绿色水晶球 这些呢我们不光光是要做一个拆项的一个展示 然后还要跟我们的小朋友呢一起来组装一下 或者是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个科学的一个小实验 化学的一个小实验 然后呢要通过这个小实验呢 你就可以自己养出一个非常棒的这种水晶的一个小绿色的一个小怪物 首先呢我们是要把它的这些步骤的这层纸 还有它的这个试剂 大家要给它组装好和调剂好 我们还需要的是剪刀 这边呢就是它这个小的一个纸袋 然后通过这个纸袋呢你要组装出来一棵小树 在这个小树上呢就会长出非常多的一个小的一个水晶 长出水晶之后呢就是有一个可以组成我们这个绿色的小怪物的一个肚子 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就能有了你自己的一个绿色的一个小怪物啦 我们这边呢是需要的绿色的这个盘子是一个垫底 或者是蓝色的盘子或者是大红色的盘子都是可以都是没有问题 里面的套装是有三个花样可以供你选择 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可爱的这种小的怪物 或者是做我们这种绿色的大怪物大怪兽 我们这里呢是选择了这个绿色的大怪兽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绿色的大怪兽呢 更能满足我对一个怪兽的一个想象吧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小树呢先给它打开来 嗯应该是要取出我们两片这个小的一个树架子 然后你把它交叉的插在我们这个底座上就可以了 两个呢是没有颜色 然后两张呢是黄色两张呢是绿色 我们要把它呢放进我们的底座里面 这个蓝色绿色的小底座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先加工一下我们的小树 要把它的所有的树叶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交叉开来把它折一下 一个向前一个向后一个向前一个向后 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这个小树呢 就是它的枝压全都给它打开来 全都给它插开来 打开了之后呢 看起来我们的小树就像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呢是非常的成功 首先我们是要把我们这个小树呢 下面把它插到这边 稍微的把两颗小树呢都是给它固定在它这个底部的十字架的架子上 在固定的时候嗯 也要小心一些因为它这个都是纸 然后比较的容易破嗯 所以你在固定的时候呢嗯要尽量的不要再不要破坏它的这个小树的形状下 把它全都固定在我们的底座上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看起来非常的棒了 里面这个小树呢它的枝压都打开得非常的开 嗯 现在呢 它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 把我们的绿色怪兽 已经把它放了上去 现在就可以加入我们神奇的一个事业 这个事迹 事迹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样给它组装起来呢 这个事迹呢 是在它这个说明书上里面会说 你是要加入它的两包 这种非常棒的一个神奇的事迹 我们需要的就是先要一包就够了 它上面写的是一个魔法事迹 所以在打开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小心 因为它这里面呢 是非常多的一个化学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小红如果对它比较害怕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的爸爸妈妈 跟我们一起来做 或者你是在做的时候呢 戴一个这种胶皮的一个手套 给我们的小手呢 进行一个保护 把它很小心的倒进我们的绿色的底座当中 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底座里面呢 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神奇的事迹 现在呢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没错只有等待啦 我们大概是要等多久呢 大概是在它的说明书上呢 就是说它只要等待几个小时就够了 大概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等了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之后呢 就可以用我们这个紫外线的一个灯 这个灯呢 也是在我们的实验小套装当中是附带的 你用这个灯可以照它的 产生出来的这个水晶树 这样的话呢 就会非常棒的一个效果 哇哦 可以看到 我们的水晶呢 是慢慢的长了出来 尤其是在我们的小树的这个树梢上 它树的边边圆 长了非常多的一个小的水晶 这之前呢是一个绿色 现在呢就变成了非常多的这个淡蓝色 我们的小水晶树呢 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一直在这变大 我这里大概是等了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半小时吧 我们可以过来试一下我们的紫外线灯 紫外线灯呢 如果你想试的话呢 就需要把我们的灯光给它关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看 我觉得我这里如果是把我这个灯全都关了的话呢 我们小朋友就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所以我这里呢是把它稍微的调暗了一些 可以看一下 哦 怪兽来了 这个感觉非常的棒 这边呢 它的肚子呢就有一点点反光的一个感觉 然后它这个绿色的呢 就是变成了这种荧光绿 我们的这个小怪兽呢 就是显得非常的凶恶 显得非常的真实 个人呢是比较的喜欢它这个套装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 在家里就做出绿干棒的一个小的化线实验 小的化线实验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 从小的培养那种喜欢自己的一个动手能力 和接触这种小了自然科学的一个小的一个本事 我在这里呢是非常的推荐给我们的小朋友 如果喜欢在自己家里做这种动手的DIY啊 或者是喜欢做这种小的实验啊 小科学小实验啊等等 都可以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小的实验套装 Cosmos科乐多的一个套装 好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相声赞 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留下你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愿望 你的愿望呢 现在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将会根据你的愿望来做下期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哦 订阅了之后呢 就会有消息的提醒 如果我们有新的视频的话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